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赛后埋单都是输钱收场 有时候甚至一天输过千 自从这位陈先生看了我们这个频道之后 他说他对赛马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特别是学会了怎样选择真正的实力马 当然他对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长久买 是选择有价值的长折落注 这个提议他是非常赞同的 所以他说他这一段时间就采用了这个策略 就不会再长久买 而是选择他自己觉得有价值的长折来买 虽然他这样做他说每个赛日输钱的数目少了很多 但是在赢钱那方面其实进展不大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说他很难在马步 或者其他的选择工具里面 他非常之容易地找出真正的实力马 所以这位陈先生在刚刚跑完的4月15日的赛事之前 就订阅了这一排的计算表了 这一天他只是落注了三场的赛事 结果他长长都有斩获 他第一场落注的是第四场 他三番田草千二米 这场的赛事 如果你看放头马是少的 就是说这场赛事马匹是要选择 没断式加速的马匹 透过这个表 他说他看到有三匹的红色马在这里 都是正指数是同正实力马 而其中这匹的金池 无论是没断指数 时间指数都是正的 无论是时间指数和没断指数都是凸了出来的 那就是说这一匹的质身马4岁的金池 在这场的实力其实是凸了出来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匹金池 点凸倍的赔率 在独赢方面是没了投注的价值 所以陈先生就利用了这匹金池 买三龙彩单升马胆去拖 为了稳定起见 他就拖了每段式加速的马匹 这两匹 跟着这后面那些 常常有鱼 肥仔胜胜狗云和金庄灵 顺便拖了这匹暴鲤鱼飞 因为这匹马在贵内可以放在前面走 有强劲的头段 做到一个正指数 所以他在这场的赛事 就决定这一天 第一场是投注的场合 就拿着金池买三龙彩单升马胆 拖七八买五元柱 就是这个 成本来是210元 结果这次轻松跑第一 七十几倍的金庄链跑第二 十几倍的海船市矿跑第三 那么他这个二百一元 这一天 第一场的出手 就为他收了一千四百多元的大财 换言之 其实他这一天的成本 是用了二百一元而已 接着已经有1200元的纯利 是给后面的长次拿着 接着他就等了 他就中越了第七场 第七场 也是一样的 没有实力的放途码 也就是说要看无断的加速力 在这场赛事 他看到我们同程实力码里面有四匹 具备无断的加速力 他就选了其中两匹 作为众生 两匹都是四岁 还有上升空间的质身马 金库齐星 天外飞天 原因 除了这两匹都是具备无断加速力之外 这两匹都是会进去的 即是已经在赢马的边缘了 金库齐星上涨马第二 而这个天外飞天 其实今季 看到吗 也是会进去的 那个评分范围都是 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当然由于这两匹的Q 是没有十倍的 所以他就 拿着这两匹马作为配脚 就找一匹 冷马去拖他们 怎样选冷马呢 他就 选中了顺势赢 其实我们也有推介的 为什么选顺势赢 第一他是冷马 第二 他在三班上将填草 没有千二色加速的是不是 第三 非常之容易去看 他说 在这里选顺势赢出来 他就看到顺势赢 其实 在前季四岁而已 在二班同情入Q的 这个前季 当然 他在上季 还可以在二班同情 跑第三 跟着转了 赢延的马房之后 再继续减分 在上将 已经开始近了 是不是 而且在田中 千二的 都不是他正宗的 赢马路程 而今次 初落四班 有十几倍的 所以他就拿着这批 顺势赢 拖金股齐星 和这批天外飞天 他博冷Q而已 成本也非常之低 一拖二买Q 买30元 60元下注 结果这条Q是派 天外飞天第一 顺势赢第二 金股齐星跑第三 其实他一拖二是中QT 他只是买了Q而已 这场的QR派 差不多800元 799 那他 60元的 下注 又为他 收了差不多 2400元 那就是说 他这一天 注定是 赢了几千元的 是不是 还没完的 他就等到第10场 三分1600 也是一场 没有补处的赛事 也是要讲求 不断的加速力 那结果 他透过你这个表 是看到有三匹同情细码 是具备 不断加速力的 隐形翅膀 桃花云 和月俊欢欣 由于月俊欢欣 由于三匹里面 两匹都超过10倍的 所以 他就 淋了这匹的快薄 在1400米里面 也是 很强劲的 不断加速力 就买 胡川Q 和胡川T 就是这样买 24600 买50元Q 用300元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他的顺利 这些300元 然后再用 这四匹买胡川 三重载 买10元 284 虽然 这样看 五百几元下注是 很大的本钱 但不要忘记 他说 这些全部都是他 顺利 这一日 顺利之中的 一部分 结果 就是他买的码 其实就是 我们这三匹 加一匹 快薄 是不是 结果 头的三匹 其实正正是 468 串Q T 这条Q 就派278 这三匹的 息加速的码 就是我们红色的三匹 也是串Q 和三盟彩 三盟彩是派5503元的 这位陈生 这场的赛事 又为他带来了 七千 差不多七千元的 收入 那就是他全日 他真真正正自己拿二百一元的成本出来买 结果累积下来 是赢了一万多元的 那这位陈生就非常之 开心了 他就来 所以他以为多谢我们 一路 建议他 如果你自己会选码的 自己 自己 自己选码买的话 这个工具对你非常之重要 所以他有听我们的建议 你立刻订到这个 在头一天 可以用几百元内住 而收个万 所以如果你自己平时和陈生是 一样的 喜欢长长买 我们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以后千万不要 长长买 选择有价值的长次 来投注 第二 怎样最可有效的选择最有价值的码匹来投注呢 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你绝对 不可以 没有的 OK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立即 按入这条影片下面 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记住 拥有这个表的工具 其实 那个成本 比你更便宜 买一本码保 更何况有了这个表之后 你就可以 好像陈生那样 是非常之容易 找出真正的实力码 而你又可以透过 那些有赔率的真正实力码 才拿着 这样做 其实你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是用几百元来注 而收个万 OK 所以立即按进去 还有这个表 因为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来注 而收个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就来了 千万别不信